我在戲裡面演的有兩個角色 一個是戴秀斯 是個金主 然後在中間的時候演 那個在森林裡面他們遇到的先後 是個有情人 有情人 是精靈 呀呀呀呀呀 這個Queen 那我們就是完全相對等的角色 我就是一開始演的是有點破產 但是還是要假裝很有錢的酒店老闆娘 金國夫人 帶老闆把這間店買下來 所以我們要結婚了這樣 變成夫妻 對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角色就是我的老婆 所以我是先王 對 講完了 今天會不會都不會講清晰 都是廢話 是不會看那個節目代表啦 像我們想要演精靈的時候 導演就會跳出來說我不要你演精靈 你要演人 他昨天這樣跟我講 沒有 好過分喔 怎麼這樣子啊 因為他說你都沒有在演鬼怪 所以要我配合你 沒有就說要演人喔 好要演人 但我們穿成這樣子要演人 就開看吧 就是現在其實我 我也抓不到到底要怎麼演 因為最挑戰的當然包括 因為比如說我們大概知道了角色服裝 然後可怕的東西是去面拿 然後對等的關係 然後有的時候又疑似有人 看不見我們的狀況 就想不幹嘛呢 反正我們兩個 整體大家 我覺得大家都還在試 對 所以特別之處就是大家都在試 很大的挑戰啊 比如說我 我沒有穿過高跟鞋 然後這次要叫我穿那麼高的高跟� 你們可以來看三百公分的攤人 對 我就是德國女藍隊冠軍職業去參加宴席 不是因為我們 當我們在初期排練的時候 我覺得我可以盡量的亂玩亂玩亂玩 可是當我高跟鞋穿上來之後 我發現 我有很多都被限制住 然後我沒有辦法那麼的快速做一些什麼移動或什麼 對 然後現在我只是穿高跟鞋 我還有服裝 我那個服裝非常的複雜 它控制我很多身體的轉動啊 或者是頭的擺動 所以 這是我現在最頭痛的 我這邊也是就是 Drag King這件事情 其實在台灣比較沒有那麼的被知道 我覺得應該說也算是比Drag Queen還要信 對 所以Drag King的文化 我也Research了一些 但還在抓 因為它反正就是在 不同的identity上面做一些玩弄 但我們 identity 對,identity 但我們現在其實 目前以戲劇的考量 我們其實都 在換 在想像整套出來的時候 我們兩個其實就是大小人 所以我也不知道 排練的時候摳一些練舞 為什麼要摳我們摳 他們可以拿一個人型立牌這個 因為我們真的有點難移動 因為我們真的有點難移動 然後加上我剛開始穿高跟鞋的時候 我很不習慣那個重心 對,然後今天下午 再走一次Rub的整排的時候也是 因為我原本是躺著 然後突然站起來唱了 我腳抽筋 我個人觀察它我就覺得很好耶 就是我們兩個第一次的Full Drag 就是我看著它 我就是沒有辦法移開我的視線 真的是皇后居的皇后 然後你就看到這個人 他也不時的在鏡子裡面打量自己 或者就是一直 手機拿起來 就覺得他整個的東西就是 立刻就真的是被附身了 因為太鮮明了 敬你也是好不好 對 但是因為我要觀察你 我自己看不到 然後Drag King的妝 然後就是感覺很憤怒 就是沒有人來跟我聊天 但是我就是一直這樣 因為男人就是要比較誇張 然後就會覺得 幹嘛 他就覺得你在兇什麼 我說我沒有在兇什麼 我也是 那天也是 我就化完妝之後 他們一直說 那個也要有一個態度 我說好 我盡量抓那個態度 只是當我化完妝之後 我坐在那邊 他們就說 我們講話小聲一點 凱人會生氣 我說 我沒有表情嗎 我說沒有 你現在看起來非常神奇 一直在怒視著我們 我覺得他完全就是 把一個符號 弄在你身上的時候 好像自然而然 我覺得演員吧 我們也沒習慣去 去承接一些角色的東西 但那個東西上來很自然的 好像態度就出現了 化完妝 然後一照鏡子 喔 天啊 超正 嚇死了你 他超帥 是哈林驅來的 惠妮休斯頓那些算什麼 我沒有凱莉 凱莉凱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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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莉凱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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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互說吧 我們兩個都有各自的兩個角色嘛 譬如說 我的那個戴修斯跟先後 我在抓那個聲音 我到底要怎麼做那個辨識 變成先後的時候 我的歌的音其實滿高的 戴修斯也很高 這對我來說我其實有點難 因為我沒有辦法像說話的時候 可以做那麼多的調整而已 不管我是男生還是女生的時候 我抓不到那個 我要怎麼調整我那個聲音的厚度 或細度或什麼 對 這是現在我比較頭痛 那我覺得這次歌還滿猛的 就是 就會很想要自己 偷偷自己掏腰包 印一些歌詞 然後 發給所有的觀眾 因為這些歌詞 真的都很猛 對 希望大家都聽得清楚 我們唱的歌詞 因為真的都很生猛 很生猛 變成有大棒嗎 其實好啦 我跟你們說啦 其實生活很多很多困難 你們就知道我平常面臨怎麼樣的困難 你們就知道我平常面臨怎麼樣的困難 把生活上來 那很麻煩的 OK 神奇 好神秘喔 懂意思囉 很麻煩的啦 不要不要不要 普通就好 夠用就好 年終歲末 西門紅樓欲望套天 天不照甲子 邀你來開趴 種夏夜之夢 春夢無痕 跨年趴 12月25號到27號 以及12月30號到明年1月3號 邀你一起來跟沙士一樣玩 整個玩飯 玩到他媽媽都認不出他了 年終歲末西門紅樓欲望淘田 可以再來一次 邀請你來看怕 再一次 太開心了 我喝酒了 劇組邀請 可怕 不知道啊 好慘喔 我們要逼迫要喝酒 還要整排 不知道能不能夠演講 好可怕 沒有人講